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我今见闻得受止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欲 愿解如来真实欲 好 各位法师各地有在加弥陀佛 好 我们看课本第二页 现在讲到第三个故事 這一品是無禪品 無禪品的第三個故事 這個都是在講無禪的 我們來看 他這個課本 他說 過去佛在羅月啟主言中 羅月啟是王舍臣 就是王舍臣的音譯 那麼佛主要有兩大臣 那麼一個是 羅月啟是摩羯陀國 摩羯陀國的王舍臣 那麼這個是第一個道場 摩羯陀國 王舍臣 他叫做羅月啟 王舍臣有一家竹林金社 有一間竹林金社 另外一個在喬薩羅國 喬薩羅國是捨位城 也有一家 這個奇緣金社 那這兩個是最有名的 奇緣金社 那摩羯陀國的國王 是平婆摩羯羅王 王後是韋提西 王子是阿澤氏 基本上是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有名的 那麼喬薩羅國的國王 這個是王后 這個是王子 國王 國王 波斯妮 王後 茉莉 茉莉夫人 那麼王子 主要有祈陀 就太子祈陀 另外有一個匹流禮 祈陀太子跟匹流禮 就是流禮太子 另外還有一個聖曼 他基本上是這樣 王子主要是這樣 那現在是講羅曰祈 就是指王舍城 那玲鳩山也是在王舍城附近 好 那這我們先知道 它是不同的翻譯而已 所以他講羅曰祈 這個是 法際畢竟是比較早期的翻譯 所以它有一些字 它裡面有一些單字或是名詞 跟我們後來習慣的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它是很早期翻的 那如果是在 那如果是在 那麼基本上大部分的翻譯名詞都固定了 他說在羅曰祈祖元中 祖元就是祖陵金色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在王舍城 祖元金色 那個是第一間金色 那與諸地址入城受請 那因為金色是比較鄉村 那麼它進到這個城裡面 那麼就是供養受請 受請基本上是運供 那出家的人吃飯 那出家的人吃飯 有兩種方式 一種 比較 比較平常的方式 叫做脫波 脫波起食 脫波起食就是 你早上出來 然後去到 看你要走到哪裡 然後去跟人家起食 然後就波去起食 然後誰會給你 給你多少不知道 然後這是日常的方式 一個就是受請運供 這個我們先知道一下 這個是兩間 主要的兩間 兩個地方 那麼一個飲食 基本上是 就是飲食 就是吃飯 基本上兩種方式 一個是 就是正常的 就是平常 平常它就是脫波起食 那比較特別的 它就是受請運供 受請就是 就是 也許 他 家裡 有喜事 有喪事 他是他生日 或是特別的事 他要發心 然後他就 他就 希望 希望這個佛 以及佛弟子 多少人接受他的供養 那麼受請運供又有兩種 一種是 到他家去接受他供養 一種是他來試院 把食物帶來試院 然後供養試院的人 那如果他的食物夠多 比如說這個試院 有一百個人 那麼 他基本上要準備一百份 如果我不一百份 那就大家分著 那 所以大部分就是 我準備五十份 那麼 這個佛陀 或是 那個地方 派五十個人 來接受我供養 一般是這樣 因為他可能 沒有辦法 有那麼多 比如說竹林金色 如果有一千個人 那你拿一箱蘋果去 每個人都 只分到一小塊而已 那沒辦法 一箱蘋果 假設有一百顆 那 那就請一百個人來供養 每個人一顆 類似像這樣 所以 所以 所以請運供又有兩個 就是 來試院 他來試院 然後 把東西帶來試院 然後請大家 一種就是去他家 去始祖家 去他家 去他家運供 那麼 把食物帶來 請這個 請這個法師 接受他運供 基本上是這樣 就有這兩種 那平常都是脫波起始的 平常是脫波起始 偶爾 偶爾 有接受運供 但是 有一個例外 有一個例外 就是 結下的時候 不脫波 結下的時候 不脫波 這個是 這個是例外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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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個例外 這個特別的 平常 也可以講 這個是例外 例外 就是 這三個月裡面 不脫波 就是 四月到七月 四月十五 到七月十五 那麼 結下 安居 他不出外了 因為都下雨 出門有危險 結下安居 三個月不脫波 都接受運供 就是 但運供不是出去外面 是人家 因為他就不出門了 所以就送來試院 居士送飲食來試院 供養 他也是運供 最平常就是脫波起食 脫到什麼吃什麼 那 偶爾 有人要請 比如說 波斯尼王要請 平伯說他王要請 那希望佛陀 派兩百個 那他媽媽過生日 或是 他 他兒子要結婚 反正就很多種 那麼西方佛陀派五個人來 派一百個人 派五百個 派五十個 然後 我要修福吧 我要供養 他就會派來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他這裡 這裡是 路程受請 就是 出去運供 受請運供 然後去他家 去施主家 那如果是 國王 國王要運供 國王要供養 那就去王公 那他沒有說 去哪裡 但是就是 路程受請 說法必去 好 那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運供都會說法 那脫波就不一定 你脫波不一定說法 大部分是不說法的 就脫波 那他只是回向住院 因為他在走在路上 但是如果 如果你去運供 基本上就到他家 坐在桌子上 不是坐在桌子上 坐在椅子上 或坐在地上 然後吃飯 然後吃完 就說法 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你去運供 都要說法 是這樣的 所以受請 運供 吃完之後 要說法 現在是講 說法完了 一般來講 吃都是 有時候吃早上 有時候吃中午 他這個 不時出成 就是 已經大概 三點到五點了 就是黃昏 那這個又要講一下 就有些人不知道 基本上 運供就要說法 運供就要說法 運供完就要說法 脫波完就不一定 那麼 就為居士說法 那基本上吃飯 比如說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 你 你 你請法師 去你家接受運供 好 那 通常 因為 出家人吃飯的時間 有規定 他基本上 基本上 一般叫做 日中一時 但這個不是 日中一時 不是嚴格的規定 日中 一時 這個日中是時限 時間限制 就是不可以過日中 過午 這個叫做過午 過午 所以叫做過午不時 這個是時限 時間的限制 不能過正午 那正午是幾點呢 那為了明確 就是 那個太陽在正中的時候 以前沒有時中 就是立一個柱子 或立一個樹枝 那太陽照下來沒有影子的時候 那個就是日中 偏過去 就過午 那還沒有在這邊 因為太陽如果正中 早上出來在這裡 然後影子就斜這裡 影子就斜這裡 那麼到正中的時候 再過 就不行 不能再吃 基本上這個叫過午 過午不時 日中是一個時限 那一時 這個是正常的 正常的是日中一時 就是只吃一餐 但是有時候 你脫泡回來之後 還有人 請你 就是要應供 那麼你 會派人再去 那麼在日中以前 還可以再吃 日中以前 還可以再吃 但是在過午 就不能吃了 所以 這個正常是日中一時 但 比較特別的是過午不時 像我們基本上 後來都 都傾向於過午不時 就是 你 你從太陽明相出來 然後到日中以後 這中間你要吃幾次 不管 一般是一次 那也可以兩次 可以三次 只要不要過午就好 通常是這樣 所以它是過午不時 這個是正常的是日中一時 但是特別的是 它是過午不時 好 那 這個 吃的 像它這裡 假設 因為它 有時候早上剛吃完 它去脫波回來 如果你去脫波 大概是早上七點而已 六點 太陽出來 有時候五點 像以前我們去泰國 脫波都是五點多 就準備要去脫波了 太陽明相一出來 明相就是你手掌伸出來 可以看到指紋的 就外面 你就是可以去脫波 那你就是可以去脫波了 那個是一大早 菜市場也剛開 那去脫波 脫完回來 看遠跟近 通常都是一個多小時 所以你大概 所以你大概 比如說六點去脫波好了 那一個小時 七點回來 那遠一點的兩個小時 走去一個小時 走回來一個小時 那八點 那八點回來洗一下腳 因為它是要刺著腳去脫波的 洗一下腳 弄一下休息一下 準備一下 那麼這個吃飯大概就是八點半而已 那就吃那一餐而已 正常就吃那一餐而已 八點半你可以吃到九點半 最久吃到九點半 一個小時已經吃很久 你就一撥飯而已 那有時候是拖回來大家一起吃 然後但是就是很多菜 但是就是它也不多 那頂多吃到九點半 大概就沒有了 過後就沒再吃 過後都沒再吃 但是在12點 假設正午是12點 正午到底幾點 春夏秋冬不一樣 從11點45到12點15中間大概 因為春夏秋冬 這個太陽的這個不一樣 所以這個午時是隨時在變的 那假設你九點半回來 吃完飯了 那麼有居士來 他要供養 他沒那麼早 而且還有一段距離 而且那個時候不是坐車去的 都是走路去的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車 有馬車但是也沒那麼多車 你如果說要請500個比丘或50個比丘 你要派幾輛車啊 那沒辦法 所以大部分都是走路去 那所以也要時間 所以大部分都沒那麼早 假設你再去運貢的話 大概就是吃中午的 比如說11點或10點 那麼10點去開始吃 或是11點去 假設到12點15分過午 那是11點吃到12點 12點完了稍微休息一下 洗一下手洗一下腳之後 說法 說法有可能說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不一定 或是再講一下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都是回來 就是回來大概都是下午了 回來都是下午 因為吃完之後沒有多久就過午了嗎 過午之後還要休息一下 還要洗一下 還要怎麼一下 再說法一下 基本上都下午了 要兩三點了 基本上都是這樣 然後就走回來 再走回來 這是當時的情況 所以他這裡講 布什 布什其實就是下午的意思 那正常來講布什 一般來講 中國基本上就是生死 下午3點到5點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 他只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去說法 說法完了之後 那麼就這個 這個出城 其實就是要回金色 那入城就是要進這個城市 那出城就是出這個城市 那出城市就是要回金色 因為金色都是阿蘭若 阿蘭若見在離城市遠一點的 不像不會那麼吵 那麼要回金色之前 那麼見到有一個人 趕牛的 那印度很多趕牛趕羊的 就是趕一大群牛放緩入城 那麼就是要進城 就是他們要出城 然後看見有一個人 趕著一大群牛要入城 那這一大群牛有個特徵 它叫做肥寶跳藤轉香抵觸 就是這個牛都養得很壯 養得很壯 那而且活動力很強 就是很健康 又肥 肥飽就是它身體很壯 那而且就是活動力很強 就是這一群牛在一起 在這邊跳 有時候會相撞 因為牛在一起一群 所以轉香抵觸 那轉香抵觸就是互相撞來撞去這樣 那麼世尊看到這個景象 世尊有時候 就是世尊很容易借機說法 看到這個景象 看到這個境界 然後就從這個境界裡面告訴大家要體會一些道理 那世間上有很多種現象 那這些現象基本上 基本上你都可以從體會出一些道理出來 其實是這樣 那麼會的人從世間的種種現象 可以體會種種的道理 不會的人從世間的種種現象 就產生種種的煩惱 然後就引發種種的煩惱 產生種種的痛苦 然後就發生種種不好的事情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所以世尊就說這個記 因為這個叫做法句經 法句 法句譬喻經 那法句經是佛陀時代 佛弟子 在家出家都有 那麼聽佛說法後 把佛說法的道理 用一個記送 就像我們的詩詞一樣 容易背送 順口 然後好記 把它背起來 那麼天天背 然後能夠明白它的道理 其實是這樣 那麼這裡 法句譬喻經 就是把佛陀留下來的這些法句 然後配上它原有的故事 或是給它一個編一個故事 有些故事是原有的 有些故事是編的 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哪些是本來的 那因為它就是要背的 因為現在我們有書 當時是沒有書的 所以每一個都要背起來 背起來你不可能那麼多文字 所以要簡潔 而且容易背 所以這些法句都是 都是有押韻的 那我們翻過來就不一定有押韻 在印度話都是有押韻的 而且容易背 而且簡單幾個字 那所以 世尊就說了一個記 那世尊有時候說法會說記 就說簡單的一個記 有時候 有時候 就說話 然後我們把那個畫 再用簡單的記 把它收射起來 其實是這樣的 那現在說世尊說了一個記 那說 屁人操葬 行目死牛 老死由然 亦養命去 因為他看到有一個人趕著一群牛 他就說 就好像一個人 在趕牛 趕著一群牛 那麼趕牛去做什麼呢 趕牛去吃草 那麼因為那裡面有草地 他是趕牛去吃草 趕牛吃草 要養肥一點嘛 養肥一點做什麼 那麼基本上 這些牛 那麼是殺來 印度的牛 要看 看地方 大部分印度人是不殺牛的 但是 有一些地方 他牛是殺來做祭祀的 就好像 有些養神豬 養豬 他不殺 但是拿來做祭祀 最後一天殺的是祭神用的 那印度的牛 有時候也是這樣 他們祭神的時候 都殺牛殺羊 那來做祭祀 供養神 那麼有一些地方 也有殺 但是大部分的人 是不殺的 那吃他的牛奶 但是有一些就是養大的 就是祭神用的 好 他說 就好像一個人 抄杖 抄就是 拿著棍子 杖就是棍子 那麼去 行牧死牛 就是把牛趕去吃牧草 就是吃草 老死遊覽一養命去 那麼他說 你看 這個人拿著一根棍子 趕牛去吃草 那牛吃得越肥 牛吃得越肥 越壯 他離死其 就越近 基本上是這樣 你像養那個雞 那個鴨也是 天天給牠吃 牠也不用工作 天天給牠吃 吃大了做什麼 殺 殺來賣錢 或是賣來 賣給別人殺 給牠賺錢 那養大了就可以賣了 養大了就可以賣了 賣了就是準備殺 那麼動物很多是這樣子的 那麼 但是 牠基本上 牠基本上這是一個 牠說 老死遊覽一養命去 牠是說 這個可以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說 這些牛養大了 養大了 就是準備被賣了 那一個就是 人就像牛一樣 人就像牛一樣 那麼 天天為吃的 為吃的 為生活 吃的穿的用的 為生活 這樣趕來趕去 趕來趕去 那就是 無非就是要生活過得好一點 那麼牛 基本上就是 如果要吃的重一點 吃的飽一點 然後吃飽了 就是開始玩啊 遊戲啊 然後 就是這樣 因為牠吃飽了 就是牛就撞了撞去 跳來跳去 那人也是這樣 那麼辛苦 那麼去工作 去做什麼 這麼牛走那麼遠 也是為了吃 人 天天工作 做那麼辛苦 那麼 是為了什麼 為了生活 那生活最主要是吃 那生活 有的吃飽了 吃飽了就怎麼樣 就想玩 享樂 就這樣嘛 人也這樣嘛 就是為了吃 辛辛苦苦 就是為了能吃飽 然後能吃飽之後 就希望能吃好 那吃飽吃好之後 就希望能夠玩 就享樂嘛 那跟牛一樣 牛也是這樣 那麼 他說 我們人 從老到死 也是這樣 為了養這個身體 養這個命 那 他說牛老死 到最後還不是 因為經典裡面也有講 那麼 人跟畜生最大的差別 這個畜生就是知道吃 知道玩而已 知道吃知道玩而已 那麼 吃得飽飽 只是養肌肉 養這個命跟養肌肉 那麼 人不一樣 人要不只是養肌肉 如果你 你只是生活只是 吃得好 過得好 那有的吃有的玩 就這樣就好了 那跟動物一樣 吃只是為了養肌肉而已 但是你再怎麼養 再怎麼養 命 就像你一輩子都不生病 那麼一輩子都很健康 到最後你還是要死 最後還是什麼都沒有 還是說什麼都沒有 所以 活著不要只是像牛一樣養肌肉 然後 玩了就是什麼 就是玩樂 要養什麼 要養德 要養智慧 其實是這樣 就是 不要只是活著只是 身體強壯 那麼 有得吃有得玩 不是這樣 要有智慧 要長養功德 要養德 還要養慧 這個是最重要 這是人跟動物最大的差別 就是人知道要養德要養慧 動物只會養命 然後養肉養肌肉 那人有慚愧 那人有慚愧心 動物比較沒有 這個是比較 人跟動物不一樣的地方 那他這裡就說 千百非依足性難女 主具財產 無不摔傷 就好像牛去吃草 吃了很多草 那個草的營養都繼續在身體裡面 變得很大隻很肥 就是養肌肉而已 那麼人去賺錢 他這裡講 這個足性難女 就是這個城市裡面的人 那麼千百非依 就是一千個人一百個人 就是很多人 千百人裡面 沒有一個人 很少有一個人 不是這樣子的 非依就是 這個一千百個人 有時候找不到一個人 不是這樣子的 就沒有一個不是 一千一百個人裡面 沒有一個不是這樣子的 怎樣子 千百足性男女 就是有一千一百個足性男女 非依就是沒有一個不是這樣 不是哪樣 主具財產 無不摔傷 就是說 大家都拼命在怎麼樣 賺錢積財 積財 很少人會積德 這是積財 積到最後 死了 死了 就什麼都沒有 你積到 像一座山那麼高的財 死了也沒有 那很少 不是沒有 非常非常的少 千百個人沒有一個 那可能一萬個